光丰地区农会参加109年度稻米达人竞赛的十位稻农 经过第一关田间管理与药检合格过关后 今天进行稻米官能评鉴比赛 农会总监事张明发也提高优胜奖金 鼓励农民借由评鉴提高水稻的生产管理技术 最后评鉴结果出炉由杨金才拿下冠军 将代表光丰地区农民出征全国稻米达人赛 杨金才信心十足 十位稻农通过田间管理及药检的第一关后 接着在今天由产官学界共组的六人评审团 进行勉励的官能评评 光丰地区农会今年度稻米达人竞赛 十位参赛稻农全数通过田间及药检考核 而经过六位专业评审从糙米杏状 白米 稻壳与糙米规格到官能评评 新鲜度 蛋白质等等一一评评结果 由杨金才以总分86.96的高分 拿下冠军米王的宝座 那我不会说觉得很意外 不过这种子在于在办案的打磨断 当然它的水源和来源在于 山坡地的溪流所补进了那个灌溉水 在这个在这段期间 当然也是等待蛮久的 但是我有信心现在感到光复山坡冠军 我有信心去潜伏性比赛 从2014年开始办理 稻米达人竞赛的光丰地区农会 积极辅导农民提升水道 田间管理及生产技术 尤其农会今年也再度加码 优胜的前三名奖金 亦序提高为3万5 2万3以及1万2千元的奖金 农民用心栽培管理 也让光丰地区出产的稻米品质提升 也获得消费市场的青睐 今年我们公务箱的整体米 在我们农友细心照顾下 非常的用心 普遍来说 今年的整个米值应该都是提升的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 我们公务箱的米条件好 气候好 还有我们的土壤也都不错 希望我们的消费者 也能多多的采购我们在地的米 以往参赛都敬陪莫做的杨金采 这一次经过田间考核及药检的初赛 再进入官能品品总决赛 最后拿下冠军米王的宝座 杨金采说特别慎选水田区域以及水质 在用心管理照料 种出米王等级的品质 将代表光丰地区农会 出征全国稻米达人赛 杨金采很有信心 记者时欲联光复采访报道